疫情之後很多人喜歡去行山呼吸一下新屍空氣 但你有沒有想過把這些新屍空氣全部帶回家 他們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雕蘭 雕蘭是四季常青的植物 就算冬天依然保持著鮮艷的綠色 它是最好的淨化空氣盆栽 就算在微光底下都能夠進行光合作用 吸收室內的有害氣體 例如一氧化碳、甲醛等等 還能夠吸收香煙的尼古丁成分 經過土壤的微生物分解成為無害物質 最後變回營養備吸收 而且它是24小時都會出氧氣 所以有綠色淨化氣的稱號 希望多些綠色的植物 心情好些 雙眼都精靈些 雕蘭的生命力真的很強 這棵是第一棵 接著它很快就生了小釣蘭 現在看到四圍這些也是 原本一棵小釣蘭再變大的 而這棵它的子女 你看又生了一大抽 這邊還在開花 所以釣蘭的生命力真的很強 我已經種到整間公司 整個家裡的四個都是釣蘭 今天也會介紹一下 如何移植這些小釣蘭 真的非常簡單 首先你選了一棵比較大的釣蘭 把它剪出來 或者拔出來一棵 然後平日去飲食 汽水的玻璃瓶 就不要丟掉它 留回來 塞水 中釣蘭 剛才拔出來的這棵釣蘭 只要放在這個已經充滿了水的玻璃瓶 就這樣插下去 再過幾天 它就會自己生根 好像這一棵一樣 就會生了一些細根 這時候就可以移植到新的玻璃瓶裏 時間的關係 已經準備好這個玻璃瓶了 首先 先放滿泥 然後在中間 挖一個洞 挖深一點 然後 把生根的小釣蘭 埋進去 把生命延續下去 送你一棵 刁蘭 借主龍人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培植綠色植物 為世界出一分力 哇 移動 哇 哇 非常好開心 很開心 超開心 很開心